凡有人之处,必有华人。 多种工作经历是他人生的一笔财富。 他说,这些听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众, 似乎都是为一种身份做准备, 那就是电子模拟香烟研究发明。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遇, 让他走上电子模拟研研究发明之路? 电子烟走鞘市场,作为医生,他如何定位其实用功能? 较之传统烟草产业,他如何看待其发展前景? 但是没有烟这个产品,可以同时介入医药界和烟草业。 只有我们这个电子烟现在可以。 再住五年到十年,五年到八年,不管是几年, 我想电子香烟可以取代传统香烟。 新兴产业,巨大市场。 谈及无烟世界梦想,他又讲述怎样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提到的中国梦,不知道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当然是无烟世界。 那您认为电子烟的出现,会实现这个无烟世界的终端途径吗? 那是应该的。 本期华人会客厅继续对话,现代电子模拟香烟专利发明人, 英国巨龙公司董事长,英国皇家医学会资深会员, 修运强。 我看您的个人的简历当中, 除了是英国巨龙公司董事长, 还有一个称号是英国皇家医学会资深会员, 编导告诉我说,您之前也是中间似乎经历了一些故事, 完了走上了研究发明的道路的, 能给我们大家再回忆回忆吗? 是啊,实际上我是来自于山东省蓬莱县, 邓州镇水城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我在高中毕业以后, 因为是在农村刚刚开始搞这种设定企业, 我们村里就派我们这些高中生在当地的几家企业 去学习,培养,将来准备成立一个社办企业。 所以我就被派到去学习电气汉工, 电气汉工和这个前工。 这段经历呢, 对我以后的发明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就是我们学完这个以后, 我就进入了这个我们村的设定企业。 我还是在设定企业做了个厂长。 当时是我现在还记忆忧心的是, 我们接管这个进入这个企业, 成立了一个企业以后呢, 我们当时我在做了几个小发明也虽然, 但是没有这种专利, 因为之间没有一个专利的概念。 两个产品, 一个产品就是你知道我们农村的种小麦, 种玉米是能做的, 把小麦收割了, 然后再去种玉米。 当时由于这个北方的天气呢, 这个热了周期大, 所以这两个间接时间就比较紧。 如果玉米种得太晚的话, 那你这个玉米的修成就受的影响。 所以当时就农业科学家就建议要坚重, 在小麦还卖修割以前小麦玉米种上, 这种过程是很简单的, 因为小麦长得很高, 人去再种玉米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当时我就发明了一个这种玉米波动机, 就是在笼子里面很窄, 自动载, 就在笼子里面自动波动机, 半自动的。 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影响很大, 因为简陆有很多问题, 就可以自动的这些波动, 这是一个问题吧。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 这些经历就对我以后这种发明创, 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社有一个化工厂, 化工厂生产这个鞋油, 用黑色的鞋油, 在那个年代是买不到鞋油的, 1970几年买不到鞋油。 您是怎么做的创新成果的呢? 对呀, 当时是这个鞋油厂呢, 由于它鞋油用了塑料板包装, 就是容易干, 而且外观又不好看, 所以说公社的党委决定就是由我们厂, 给这个厂生产这种鞋油管, 就是像压高管一样, 这样又美观又漂亮, 而且包装塑料厂, 但这种技术是很难的, 所以当时公社就派了四个人, 到天津第二化工厂, 我们去参观。 去鞋油银油波将来要接管这个应务嘛, 肯定是要跟他学习, 重要的技术方面是由公社的工厂来, 这个工程师, 用他来完成了, 所以我们在天津住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就回来, 回来以后, 很可喜的思想回来以后呢, 这个工程师没有完成这场任务, 就说没有成功, 就应务就等于没法做, 最后由于他没有做成功, 所以我就必须介义了, 因为我们要做这, 这是很大的一个生意嘛, 所以我就亲自研发了一套, 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种, 这种牵管, 拉管, 质管, 还有这个切碗, 切丝, 这个喷油这套, 整个这套溜水线, 是我一个人全部写的, 用图办法, 用一个图办法, 完成了整个一套工序, 就这套设备, 我向大学时间还用, 我向大学方家钱, 他们还去找我去游森, 去微修啊, 这一段经历, 对我学医以后, 再搞上新的发明, 有一种相当相当的方法。 多重职业身份, 多种工作经历, 为他日后, 走上电子烟模拟发明之路,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出生于1956年, 有股闯进, 勇于挑战的修运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走出国门, 先去塞舌尔, 九十年代初, 去到英国。 在英国, 他继续行医问药, 凭借医术, 赢得患者信赖的同时, 他也成立了自己的诊所。 由于多年从事心血管病的研究和临床, 修运强对吸烟的危害性, 以及造成的损失, 有着透彻的了解。 加之医者旧思扶伤的使命感, 使他迅速投入到电子烟的研究发明之中, 一干就是十几年。 是哪一年去的英国啊? 英国我去的92年93年了, 应该93年了。 怎么后来又想到创办这个英国巨农公司呢? 英国巨农公司创办系统上就是为了这个和电子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系统上我们一开始是以临床为主的, 但是呢由于作为一个临床大夫, 我是高医的, 看到这么多的病人, 由于这个病人的原因是由于吸烟引起的, 作为大夫是治病救人, 只能治一个治两个, 但是大量的人一定会进。 像系统上每年有五百万人死于, 由于吸烟所引起的疾病, 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够戒掉烟的话, 那你的疾病就没有了, 所以很早就开始搞介绍人的研发, 研发逐渐逐渐, 可能到2005年、2006年的时间, 基本上就有个瞑目了, 就基本上就是大体上就能够有个轮廓, 在这个时间我就把所有的其他的工作都停止, 我就全心全意的全面的投入了电子研发, 因为在没有经历去干谍的, 这样机动经历搞到, 搞了几年以后现在就出来, 所以这个产品说一些, 我还很欣慰, 它确实是不辜负我这几年的信息, 应该有事。 您刚刚说您从去英国之前那段经历, 年轻那会儿的经历在老家, 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发明了, 那您这些年当中一共在您手里取得专利发明, 大概有多少项目? 哦,现在恐怕有十几项。 这十几项当中除了电子相应, 还有没有一些成果令你感到比较满意的呢? 那电子相应是我最满意的, 因为这个它不光有社会效应, 经济效应, 还有这种环境效应, 你想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各方案处理方案处, 另外我还搞一些环保方案处理。 集电工人, 技术员, 厂长, 医生, 多种工作经历, 是他人生的一笔财富。 他说, 这些听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众, 似乎都是为一种身份做准备, 那就是电子模拟相应研究发明。 这些经历都对我一后发明的创, 有个很好的技术。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遇, 让他走上电子模拟研研究发明之路?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 我是高医的, 就看到这么多的病人, 由于这个病人的原因, 是由于吸烟引起, 作为大夫是治病救人。 电子烟走鞘市场, 作为医生, 他如何定位其实用功能? 我发明了这个电子, 现在电子腺炎, 也是就是扶上一个部分, 而它的效率更高, 将来它的推广, 可以拯救百万人千万人的生命。 较之传统烟草产业, 他如何看待其发展前景? 但是没有烟这个产品, 可以同时介入医药界和烟草业。 只有我们这个电子烟现在可以。 再住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八年, 不管是几年, 我想电子香烟可以取代传统香烟。 新兴产业巨大市场, 谈及无烟世界梦想, 他又讲述怎样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提到的中国梦, 不知道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当然是无烟世界。 那您认为电梦的出现, 会实现这个无烟世界的终端途径吗? 那是应该。 本期华人会客厅继续对话, 现代电子模拟香烟专利发明人, 英国巨龙公司董事长, 英国皇家医学会资深会员, 邱韵强。 现在大家都提到的中国梦, 不知道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当然是无烟世界。 无烟世界, 您的产品是想吗? 对, 真想全球化。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就想, 我就猜您经验有这么好的社会效益, 和建设效益。 我也希望有志之师, 有志的大型企业家,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共同开发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太大, 您要知道, 烟草业和医药业是全五大产业之一的, 它是产值很高很高的, 但是没有硬费的产品, 可以同时介入医药界和烟草业, 只有我们这个电子盐现在可以, 为什么呢? 第一呢, 这个电子盐可以作为香烟替代品, 那就是盐, 它是无毒的盐, 第二呢, 我们又计划去新请药准之号, 那它就是药, 所以用来戒盐,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了, 戒盐的过程就像治洪水一样, 只要毒又要酥, 所以我只要把它变成药准之号, 做一药, 全球普及, 来堵住这种血烟, 帮助戒掉血烟, 如果没有完全帮助的那一拨人呢, 我就用酥的办法, 就是用替代香烟, 所以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替代香烟的烟, 就用它来替代香烟, 因为它确实戒不条, 你又没办法, 而且还要叫它不得病, 不嗅烟害,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用这个办法, 所以冲过赌, 冲过食物, 就可以注目的吸线了我们的梦想, 就是无烟事件, 在国内来说, 有家门上吗, 现在, 现在国内还没有做正规的开发, 当然, 我希望国内有这种事, 能进入行业, 因为这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备效益的项目, 那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 生产基地主要是在深圳, 在深圳是吗, 但是它消往于还是在海外这一块, 主要是海外市场, 中国市场还没开发, 英国的这个基地还是您个人建立的吗, 对, 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和几个人, 那您认为电子人的出现, 会实现这个无烟事件的终端途经吗, 那是应该的, 因为我是信心满足, 因为这个科技, 这个产品应该是很有希望, 很秀大家欢迎, 为什么既经济又环保又无害,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数码相机是一样, 再住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八年, 不管是几年, 我想电子相言可以取代传统相言, 就像数码相机取代胶元相机是一样, 最大的胶点生产厂量科达怎么倒闭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跟上数字相机的发展, 现在的各大烟草业, 如果你不进于电子香烟, 将来也可能同样会产生走科达老路, 因为五到十年, 如果您都不买香烟的话, 那你的产业不是倒闭的, 但是如果现在大量投入到电子香烟, 去开发发展电子香烟, 那即便大家将来不去买你的香烟, 你的产业还在, 这是为什么我要建议, 所有的这种有志企业家, 或者是烟草业的企业家, 或者是你是医药界的企业家, 加入我们的行列, 因为这是全球发展的方向。 要想做到真正的控宴, 那您认为在制度安排上, 或者说是哪些细节上是一个重点呢? 这要全面走, 就是要是通过政府的引导, 法律的制定, 这是一个层面的, 就像我刚才要赌, 另外还要群众的教育, 这叫书, 就是你要群众有个显格, 我能建了, 我建了, 我不能建了, 我换一个抽法, 这个理念实际上在英国已经提出了, 就是全球第一次, 也是第一个国家提出的理念是英国, 它叫Herm Reduction, 就是减小烟害, 它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 如果是你一个孕妇, 孕妇不能抽烟, 但它又戒不掉, 怎么办? 因为烟对胎儿是有, 伤害更大, 所以怎么办? 所以现在新的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是由医药公司提出的,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医药品来替代香烟, 尽管你戒不掉, 但是可以减小你的烟害对你身体的影响, 减小烟害对你胎儿的影响, 那这个理念其实我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典, 这个为什么英国是第一个国家, 已经成立法律允许去这么做的, 而是就在这之间, 我们电子烟没事, 我们电子烟就具有这种功能, 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 它可以帮助你戒烟, 同时还可以帮助你, 阻导你去洗这无毒的烟, 这就是未来。 您下一步的打算还有哪些呢?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将来要市场, 大量的市场开发, 大量的宣传, 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太大, 这个产业太大, 就像现在的, 你有多少家烟草业, 而都是细节巨统, 有多少家这种医药界, 也是细节巨统, 基本上就是在企业经济上, 这是领先的, 如果将来这个电子烟, 同时介入了烟草业和医药业, 就等于烟草业加医医药界自合了, 变成一个了, 就像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共同开发市场。 您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 关于电子模拟箱业它的优势, 包括它的特征特点如何操作使用, 您有没有感觉一种, 资格认非常重大的在您身上, 因为您在海外长期, 在做这一项产品的推广。 那是啊, 我现在是就竭力地想尽快地把这产品推广进行, 尽快地让更多人受益, 因为作为一个代表出身, 就是旧式扶伤, 我发明了这个电子, 现代电子线烟, 也是旧式扶伤的一个部分, 而它的效率更高, 将来它的推广, 可以拯救百万一千万的生命。 另外一个它可以, 在英国有一篇报道, 就是英国的医疗系统, 如果用了这个现代电子相应的话, 它说每年要为英国这个医疗系统, 节省44个亿, 44个亿英法, 我不知道它怎么散出来, 但是它就苏式扶伤的时间, 但是我讲的也对, 因为像英国的医疗体系是全免费的, 因为这个银通过吸烟得了一种病, 别人说得了肺癌, 你得了肺癌不是马上就死掉了, 你可能还能活三年, 五年, 一年, 两年, 还有手术, 第一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 就是这段时间要消耗大量的政府拿税银的钱, 就是这个钱相当多, 就是如果用了这个, 如果没有这种, 就因为没有得到肺癌, 你就这笔钱不是省了吗, 你就十年五年钱都省掉, 这个钱很大很大, 这是一个层前, 再一个二次烟害, 就是大人抽烟对小孩的影响, 英国儿童, 由于吸烟造成儿童的消耗, 就是消耗了政府的这种医疗费用的消耗, 是四十个mini, 四十个百万, 四千万, 英国每年, 就是, 你看, 如果就推往这么一个项目, 它的经济效益有多大, 是无可补量的, 这才是一个国家, 你要全球呢, 这是无可补量, 另外一个, 它更大的一个优秀就是环榜, 在英国, 每天, 吸烟的, 就是吸掉香烟地, 有三百万的, 三百万支烟, 中国就更多了, 那里面要在, 明光是有三百万个烟所产生的垃圾, 一百二十的垃圾, 每天, 由于香烟, 才产生垃圾, 但是我用这个, 我就没有垃圾了, 而是唯一垃圾就是这个烟弹, 这个烟弹是可行般利用的, 都没有垃圾, 所以这是多么大的环保, 另外一个, 对环中的污染, 如果是你叫三百万支香烟, 点着了一天, 才能多些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灰尘, 对吧, 如果是大家都用了这个, 你这个灰尘就没有了, 你这个烟弹就没有了, 这个环保有多大的利处, 是无可比例的, 你看看这些烟, 每一天再抽, 每天再抽, 它对整个环境的贡献, 就是这个, 对整个屋檐的贡献很大很大,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 用这个产品来取代了, 穿上香烟的话,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成果, 就是为什么我要, 极力地推广这个产品, 就是为什么我要希望更多的, 你不管是烟草业的, 企业家还是医药家的企业家, 还是刚刚想进与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家, 尽快地加入我们的行业。 我感谢今天, 修运乔先生给我们带来, 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也中心地祝愿, 您在海外这项事业, 能够越做越大,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也希望您的电子香烟,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在国内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赵宁, 下期见。